休斯顿中华老人服务协会于上周六11月11日上午10时 在乔教中心后门停车场举行老协今年第四季请生会 所有参加会员坐在停车场内全程参与大会 请看休斯顿青红军报道 中华老人服务协会会长赵婉儿首先致辞 他住10、11、12月的寿星万寿无疆 并向大家宣布好消息 今天除了国泰银行派员来向老协捐款7500美元外 YWCA也送来poach code的名牌外套 待会当场抽出 赵会长说假如你们都打完第二剂疫苗 希望庆生会明年1月能恢复在乔教中心内举行各项活动 如每位会员都完成三剂疫苗 明年交照常举行每月的一日行旅游 但前提是大家必须代打疫苗证明 赵会长同时也谢谢该会会员林月娥 向会内捐款100元 及国泰银行捐款7500元 国泰银行对老协的捐款已经超过10年 也谢谢国泰银行送来的四件礼物抽奖 大家在买在这方面就能来做统签的 Vander袋 本是居当的深闻 首先在租设计した